中央气象署30号的凌晨发布 中台山陀儿陆上台风警报 复理箱公所30号一早到轮天大桥 以及60时13视察房台工作 而乡长也表示 在下午的1点复理箱风灾中心 已经一级开设 山区92人在30号的下午3点之后 陆续的进行撤离的工作 中央气象署凌晨发布 中台山陀儿陆上台风警报 复理箱公所一早到轮天大桥 以及60时13视察房台 他表示下午1点 不理台风灾变中心一起开设 山区92人下午3点陆续保全撤离 这个台风的这个外围 已经慢慢的接近我们复理箱 所以我们今天提前在中午1点钟的时候 我们先行召开我们的房台的一个会议 会议当中我们期间 对我们前四期的一些 比较危险的一个住家部分的话 总共有72户 92人的一个弱势 弱势跟危险的一个对象 我们会等一下2点半跟3点分为南北两区 我们会做一个前面性的一个强制撤离 还有安置 另外乡长说 轮田变道桥在29号晚间一场大雨溪水暴涨 造成轮田变道桥被溪水冲刷到路面无法通行 也在一早就马上封锁禁止禁除 今天清晨3点多的时候 修固南西应该是从南区那边下雨过来之后的话 整个水量有暴涨的一个状况 已经淹没到轮田变道的一个路面 大约有已经20几公分的一个深度 所以我们早上6点钟的时候 我们就做一个前面性的一个封闭管制 60时山的部分也在下午3点钟管制 游客无法上山 也已经疏导游客及村民下山并且安置 三公所建设客呼吁民众如果需要沙包 可以前往公所登记领取 希望降低伤害 记者高双双张明泰 布里香采访报道